你好 欢迎回到小麦读书 这个星期我为你推荐的好书叫做 The 4-Hour Work Week 中文翻译成每周工作4小时 这听众就特别棒 如果每个星期不需要工作5天6天 不需要996 007 如果每周只工作4个小时 就能过上自己特别想要的生活 是不是特别美呢 这本书的作者叫做Tim Ferris 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做podcast的主持人 他写了几本大创销书 自己也是很知名的一个投资家 那么他的这本书给我们介绍了 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底层的思维方式 虽然这本书写于2006年 后来我们看的这本是2009年的更新版 距离现在也过去十几年 但是里面很多的想法 很多对待人生的一些态度 到现在来说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接下来跟你分享 这本书给我带来的五点重要的启发 第一个启发就是作者提到了一个概念 叫做New Rich 就是新贵 新的富有的阶层的意思 它相对应的是Old Schools 我们说原来的过去这些年 人们的生活方式通常是上小学上中学 然后努力考一个好大学 学一个比较有用的专业 之后找份好工作 工作个三四十年 争取升职加薪 最后到了六十六十五岁 攒够了一笔钱 攒够了一笔退休金 这时候可以退休了 如果运气好 这时候身体还OK 还有个十年二十年 或者三十年的时间 可以去享受一下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个是整个工业时代 这个社会给我们根深蒂固形成的 每个人应该有的一个生活的轨迹 对吧 那么New Rich 这个新贵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呢 那按照作者定义的就是 首先是不要等到你六十多岁以后才退休 因为我们工作和所谓的退休 打引号退休 享受你的生活方式是可以交替进行的 我们有这种mini retirement 这种mini版的小的退休的阶段 也就是说你可以边工作 边享受你想要的生活方式 这个其实是更持久的 更健康的一种生活 因为我们在自己最prime的年代 最美好的时光 比如说二三十岁 三四十岁 四五十岁 明明是可以到处乱走 到处看天下 到处旅行 去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 包括一些运动了 包括学一些乐切的 但是不要把这些都推到六十六十五以后 退休才做 你现在也可以做 那这种新贵的生活方式 一般来说就是边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边工作赚钱 那么不受地域的限制 不受工作时间的限制 这样的工作类型现在也非常的多 那我们现在听到的一些概念 你比如说Digital Nomads 就是数字游牧民族 什么意思呢 就你有个笔记本能上网 你就可以边满世界的旅行 然后边工作赚钱养活自己 那这么生活的人 全世界至少超过百万了 而相当多的人 其实都是因为这本十几年前出版的这本书 受到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开始敢于相信 这种生活方式原来是可能的 包括我自己在内 原来不太敢想象搬到海边生活 甚至搬到一个海岛上去生活 那逐步的一步步把自己的工作 把自己的生活设计成这个样子 然后你相信 只要你有这么一个目标 很多人都这么做也做到了 那你自己也可以慢慢实现 第二个启发就是 作者说没有这个perfect timing 没有所谓的这个开始做事的最佳时机 如果你有一个什么梦想 如果你想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如果你想开始一个创业 或者是开始学习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让你的职场发展的越来越好 不管那个事情是什么 千万不要等待这个所谓的perfect timing 因为没有 那作者的原话在书中就说 这个宇宙当中很多影响我们实现梦想的一些阻碍 他并不是这个有意为之去为难我们 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的 对吧 这个世界就这样子的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从北京开车到上海 或者是从悉尼开车到摩尔本 那这一路上呢 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交通灯 对吧 不可能这一路都是绿灯 另外一个呢 是这一路上也许会遇到一些什么 风路啊 修路啊 或者是前面有什么这个车辆的事故需要绕行啊 这些事情就像我们生活当中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是开始出发 这个是最最重要的 所以作者呢 就说你应该先出发 然后慢慢的来调整方向 不要等待那个最佳时机的出现 我们只要知道那个方向 我们是要开到上海 或者我们要开到摩尔本去 哪怕中间需要绕路 哪怕中间需要这个 等待一些红灯啊 塞车等等 没有关系 你知道大的方向是对的 这就足够了 如果你等待那个 some day 有一天 某一天 我会开始我的梦想的 这个有可能一拖就是几年的时间 甚至一直拖到我们老去 第三个启发呢 它叫seek forgiveness not permission 如果直接翻译过来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应该寻求的是原谅 而不是许可 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呢 本来出自于美国的一位海军的将军 它的本意呢 就是我们在面临一些机会 面临一些决定的时候 应该非常decisive 应该非常坚决的 果断的去做这个决定 哪怕这件事情是有些不完美 或者有些错误 你之后呢 再向大家道歉 也不要去走这个官僚主义 也好什么 你先去寻求许可 我可不可以这样 可不可以这样 然后大家都同意了 这时候你的机会也错过了 如果是用这种方式过人生呢 你会错过大量的好机会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决绝 需要的这种果敢 宁愿之后道歉 也不要什么事情都拖呀拖呀拖啊 有的时候我们是可能是满足自己的不确定性 内心的不确定性 去问所有身边的人 然后身边的人呢 都说可以 你可以创业 这主意不错 我们才可以去做 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晚了 而说到这儿呢 还有一个变相的一个例子 我举给大家 用的是一模样的这个逻辑 就说有的时候 我们约好了一个人 跟他去见面 开会等等 但是呢 确实你这边呢 发生了一些其他事情 这个时间的需要调整 那原来呢 我去跟对方沟通的时候 就会说 实在不好意思 能不能我们换一个时间啊 这个时间我可能 这个需要改一下 来不了了哈 你看这里用的 其实就是 Ax for permission 我在问对方的许可 对吧 这时候如果对方说 好没问题改时间 那就算了 那我们就改时间 但如果对方说 不行 只能是这个时间 那我就非常被动 所以后来呢 我再去有这种情况呢 我就是用这个 这句话的逻辑哈 就说我首先是抱歉 非常抱歉 这个时间我来不了 我们必须改时间 非常抱歉 然后能不能改 以下这三个时间 你选一个 这样的话呢 不管对方的回答是什么 你都不会把自己 放在一个被动的 一个局面 这句话是一个 可以改变我们 做人做事 很多很多方面 尤其是面对机会的时候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治理名言 那第四个启发呢 作者就说 我们应该去关注在那些 你比较擅长的 你比较兴奋的 你特别热爱的这件事情 不要总是去试图 弥补你自己的那些短板 原来我们说一个木桶 对吧 这个你的 你的潜力 你能做事情的这个水平 最后是取决于 最短那块板 因为你倒水的时候 最短那块板 就倒不过去了 对吧 但是作者的看法呢 应该是 你应该看自己的长处 你应该看这个木桶 最长的那个板是哪 然后你就好好去做 那个你特别有优势 你特别激动 你特别有热情的这个事 如果这样的话呢 你的人生就能与众不同 就能做的比较精彩 在这儿呢 我想多加一句话 就是不但做擅长的事 而且要赚能力圈内的钱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平时呢 我包括自己在那 也包括我身边的一些小伙伴 在有些时候做事 或者比如说创业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 一些非常好的机会 创业的风口 创业的领域 一些行业 对吧 其他人有人在做 等等等等 做的还不错 但是呢 原来呢 我会觉得说 我们努努力 去找一些这样的人 找一些这样的资源 我们开始这个创业 原来以为反正 这个只要你努力了 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的 这个我们的梦想 一定可以实现 但是现在开始慢慢意识到 这个能力圈这个概念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要想赚钱 要想做城市的话 应该是做能力圈内的事 赚能力圈内的钱 如果说这件事情 它本身是特别好 巨大的风口 大家都在创业 很多人做这事做的特别棒 但是如果这件事情 不在你的能力圈内 就不要再去逼迫自己 去做这件事情 最后呢 有可能是 什么都得不到 如果说你能用确定的方法 去获得这个能力 比如说你能找到一个 特别靠谱的合伙人 他就能解决这个能力 或者是你自己通过学习 提升的能力圈 扩大的能力圈 你能把这事搞定 那这样的话OK的 你就不停的终身学习 一直保持成长 或者是结交很多靠谱的 很有智慧 很有能力的优秀的人 这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这件事情 它再好 这件事情看上去 再有诱惑力 这是天大的好机会 但如果不在 我们的能力圈内 都不要再去强迫自己 第五个启发呢 就是我们人性呢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弱点 就是我们宁愿去过 那个不开心的生活 也不愿意去过一个 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 这个书中的原话叫做 Uncertainty 还有呢就是Unhappiness 我们有的时候 一个不愉快的人生 这个朝九晚五啊 上班也不开心啊 或者是等等啊 有可能一过过几十年 都去过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性是不喜欢 不确定性的 有的时候我们为了 获得确定性呢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包括有些买些金融产品啊 比如说 这个等等等等 很多决定都受到这个影响 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那么作者的建议呢 是应该反过来 就是我们在 调整自己生活方式的时候 一定是出现了很多的变化 很多的不确定性 我们应该是更愿意接受不确定性 而是拒绝接受不开心 而不是原来的那种 宁愿不开心 也不要不确定性 这里有个很大的区别 对吧 所以接下来 如果我们生活当中 如果你想要过 你想要的生活 如果你想要去 重新设计你的人生 如果你想过的 非常的自由自在 然后呢 过出自己的 那个版本的 那个精彩人生的话 就一定会有很多 不确定性出现的 这是一定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态 就是拥抱不确定性 你越是拥抱不确定性 你越是这样 你才有可能 躲开那些不开心的生活 这本书啊 后面还给了很多的 一些具体的 一些工具 一些framework 一些怎么去 开始一步一步的实现 这种每周工作 四小时的人生 虽然这本书 写于十几年前 里面的有些工具 有些建议 有可能已经稍稍过时了 但是这本书 本身带给我们的智慧 真的是非常的 有帮助 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 整个生活工作方式 都发生改变之后 这本书带来的启发非常大 如果你想听这本书 60分钟 完整的中文语音解读 可以到屏下方的 这几个平台上 就可以搜索 小麦读书 空格 每周工作四小时 就能找到这本书 然后可以好好听一下 也欢迎把你的一些 收获反馈 分享给我 感谢收听 咱们下本书见 启咱们快乐 记录� 又来 家闧 第二门 启咱们快乐 感谢观看